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才能够收到教学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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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教化众生重要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年前年前 理计学计上就讲得很清楚 见过军民教学为先 今天世界动乱 整个世界动乱 动乱的根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十许多多人所讲的 研究动乱的根源 有人说是经济 有人说是平复不均 十许多多的说法 都没有找到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是家庭教育 你们大家想想对不对 家庭教育没有了 家庭像什么 像一棵大树像树叶 这棵树啊 树叶都没有都烂掉了 这个树得不到养分了 这个树会枯死 树的生命要靠树叶吸收阳光水分 要吸收养分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 世间家庭没有了 家庭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你的子女没有受过教学教育 他不懂得孝顺父母 不懂得尊敬长辈 于是必定随顺烦恼吸气 胡作妄伪 危害社会 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安宁啊 中国自古以来 最重视的家庭教育 所以看你这个家庭有没有前途 会不会先忘 就看你的家教 这是我们今天说过了 现在做父母 本身就没有受过好的家庭教育 他生了小孩了 不知道怎样叫他 小孩长大了 悖逆 不听话 反叛 这个故事 不能怪小孩啊 怪你自己 没有把他教好啊 教学黎明 在教育 教育里头 最重要的 三座大事情 现在完全疏忽了 都不讲了 第一庄大师 是要教他 是要教他明了 人与人的关系 能力教育 能力教育 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 夫妇关系 朋友关系 君臣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把他分成这五大类 乌伦 乌伦 虚空伐界的秩序 谁懂这个道理 佛懂 菩萨懂 孔老夫子懂 所以他们的生活 是替天行道 这个意思很深 所以从前古时候 男女结婚 婚礼 非常隆重 也非常繁琐 为什么要这样隆重呢 因为这两个人的集合 对于整个社会国家 佛法讲 虚空伐界 都有密切的关系 曹帅不得 要深重其事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们两个人结婚 在你们自己一家 对你们祖宗 对你们的后裔 负责 在社会 要对社会 对国家负责 社会的安定 国家的兴衰 与你结婚 有关系 这就是刚才我比喻 比喻的时候 你们这一对夫妻 就像大树上的一片叶 这个叶长得好 这个树才能转大 这个叶坏掉了 对于整个树的生存 就是有一份伤害 所以 这个婚姻是道义 要懂得大道 义是义务 应该要这样做法的 现在人哪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从前的这个婚姻是道义 现在是婚姻是乱爱 把这个能力道德全部都破坏掉 基础动摇了 社会哪有不动乱的道理 尤其是现在 这个男女婚姻 非常淡薄 离婚率之高 你离婚之后 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儿女 你要知道你这个儿女的时候 受的伤害多大 她受伤害 身心 法语不正常 将来危害社会 危害国家 那么换句话是 你就害了国家 害了社会 你要被什么样的因果责任 在佛法里面讲 你要懂得因果责任 这个罪过极重啊 我们都不忍心来说 不要以为这个是没有关系 现在是没有关系 死了以后到阴朝地复就有关系了 你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怎么可以这样草率 所以我说 现在人 不懂得自爱 真的不懂啊 自己爱自己都不懂了 哪里能够爱别人呢 今天社会人与人的往来算 厉害 厉害维持不长啊 很短的时间啊 专门看别人的过失 看别人的缺点 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 你看佛说善人 什么是善人 善人是专看别人的好处 专看别人的缺点 这个这个善出 不计别人的缺点 不看别人的缺点 天下人都是好人 夫妻要懂得这个道理 彼此都看对方的善出 好处 他就不会 这个婚姻不会破碎啊 为什么会离婚呢 天天看对方的缺点 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啊 就是这个念头转一转就行了 这要靠什么 靠教育 没有人教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这是大事 根本的大事 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这里 应光大师 对这个事情讲的很多 他老人家 这辈的也很重啊 是新年代妇女 离开家庭 所谓是职业妇女 在社会上跟男人去争 要做女强人 没错 你这一代可以做女强人 你底下也带完了 为什么你的儿女 你没有时间去教他 你就完了 这像什么呢 像唐朝五座天 过年的时候要看抹丹 抹丹开的时候 大概在三月 三四月开花 真月怎么可能开花呢 那么他这个命令 人家也不敢违背 于是有人去研究 把这个牡丹放在温室里面培养 换一句话说 三四月那种气候的时候 以那种温度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牡丹的花 逼他 强迫他 开不来了 那真月初一 宫廷里面放了很多牡丹花 但是这个花只开一次 以后永远不再开花 那么今天 这个妇女在社会上 就争权争地位的 就跟那个牡丹一样 你这一代 可以能够 很荣耀一代 你的后代没有了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社会的安危 应光大肆讲得好 女人负一大半的责任 一个女人的职责 只要把你的丈夫管好 小孩管好 做总统 要叫你丈夫去做 叫你儿子去做 自己不要去做 你要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 这是你的大功大德 你把你自己本分的职责丢掉了 去搞一些你分外之外的事情 社会怎么会不乱呢 这些大道理从前人家 人都能听都能接受 现在人我们到外面来说 说我们头脑太古董了 要淘汰了 不适合二十一世纪了 可是我们冷静思维 还是古人这个大道理正确 能够带给社会长治久安 现在人种种这些想法 没有依据 换一句话说 没有道理 所以不读古人书怎么行呢 古人这些著作 能够传几千年 还被人尊重 必然是有大道理 你们经人的著作 看看你能传多久 你现在有自己有钱 没有关系 可以多印一些 你死了以后 没有人替你印的 传不下去 必须是真理 才能够用传不绝 不是真实的道理 传不了几代 就淹没而不涨了 那么今天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方面是没有人教会 刚才讲了 家庭教育失掉了 学校的老师也不讲伦理道德了 学校教育也没有了 社会上也没有行侠仗义之人 社会教育也没有了 那么再剩下的宗教 那么社会上把宗教看作迷信 也把他泡在一边了 换句话说 教育完全没有了 人不受教育 跟禽兽 跟其他的动物 有什么差别 不但没有差别 人是动物里面最坏的动物 最坏的动物 你看看 狮子老虎 毒蛇猛兽 他不是饥饿 他不会伤害别的动物 我们在静态 动物器官这些影片里面 我们看的很多 那个老虎狮子睡在那里 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 他理都不理 实在磨了 没有办法 才去猎取一只 人不是这样的 他不吃人 他要杀人 他不是磨得不得了 才去吃人 他不吃也要杀人 所以人要不受教育 是动物里头最坏的动物 所以佛菩萨 视线在人间的时候 教化我们 这个有道理 他去不去 不去教化那些 老虎 狮子 毒蛇猛兽 去教化我们 那一些还乖 还好啊 危害不大了 唯独这个动物 很不好搞 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 去领略的时候 你才真正懂得 佛法教学的意趣 我们应该如何认真地来学习 一定要把心量脱开 部分过土 部分种族 部分宗教 部分文化 一律 一律 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心 来对待 佛在十三夜道经里面 教导我们 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这个善法是一贯到上面去的 昼夜 没有间断 常念善法 你的心善 思维善法 你的思想善 观察善法 你的行为善 昼夜都不可以间断 更要紧的 是决定不容许 有 毫分 不善 家长 我们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的善人 这样自然就能够断一切物 就能够成就一切善 有这么一个基础 现在人讲条件 再有这么个条件 你要是念佛 求生 净土 你决定得是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 都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心行不善 一天纵然念十万声佛号 二十万声佛号 也不能往生 你要问为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诸上善人 你不善 你怎么能去 念佛也不能去 如果你要说 这个说法 净土经里头没说 那你错了 净土经早就说过了 那你自己太大意了 净土经在哪里说过呢 观无量寿佛经 你们看看经上所讲的 唯提西夫人 造了家庭 国家的变故 一能心灰 这个生了一个 求生净土的念头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怎样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世尊在没有给他讲方法之前 先给他说净业三福 净业三福里面头一条 孝阳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傻 修十善业 头一条 这一条 就是世尊将的十善业道 就是世尊讲的十善业道 你们有善心善念善行 那怎么行啊 具足十善业道 往生 平位还不高了 反胜 同居图 如果再能够学习 第二福 受持三规 具足中介 不凡为夷 你可以生 方便 忧郁图 再能够发大心 把第三条也都做到了 发菩提心 身心应够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你就能够生 十报状业道 佛说这三条 三师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两句话说明了 三师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 修菩萨道成佛了 他凭什么成佛的 就是凭这三条 这个三条要做不到 无论修学 哪个发门 都不能成就 净土发门是特别发门 一心道 一心道 这个三条 有一条就行了 你就能往生了 这叫一心道 不是准一条都没有 那叫一 不是这个意思 是比其他发门容易 其他发门通通要居足三条 才能成就 才能成就 净中发门 只要居足一条 就能成就 就能往生 所以 念佛往生 瑞向很好的同学们 有些人来告诉我 他还没有受归宜 没有受归宜 不要紧 他前面那一条有了 他能够孝顺父母 尊敬思长 他有慈悲心 他有善心 善行就行 念佛就能往生 他有这一条 所以他不一定要归宜 我们读这些经论 要细心 不能粗心大意 知道往生哪些条件 必须要去做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应当如何来学习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晓得 修学其他宗教的 也能成就 不管学什么宗教 只要他能够心善 念头善 行为善 灵命中时 遇到善知时 劝他念佛 求生进土 他能够接受 他决定得生 你们想想 有没有道理 所以 任何宗教徒都很可爱 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要常常跟他往来 要把念佛法门的好处告诉他们 但是要记住 决定不劝他 背叛他的宗教来学 进土法门 那就错了 一定让他自然觉悟 他自己愿意回头 确实又不违背他的宗教 因为我们看到 每一个宗教 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应一什么身得度 就实现什么身 这样我们的恭敬心 赞叹才真正生得起来 那么这是说到文书般若里面讲的 念业佛功德了 就等于念 无量无边诸佛功德 但无差别 明白之后 这一愿呢 我们才知道 怎样学习 但是最重要的 理解之后 在行持当中 要注意 不设定义 这一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不生烦恼 那么这才行 我们肯发心 我们烦恼吸气很重 怎么办 求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所以 真正的关键 实在是在于好学 真正好学 你就得佛利加持 你不好学就没有办法了 佛想帮忙 帮不上 所以这个关键在好学 特别在我们初学的这个阶段 只要我们真正好学 真正想学 真正堪学 佛菩萨就会加持 末后这两句 若不二者不去证决 这两句就不必说了 请看下面一院 第四十六月 佛陀佛罗尼月 那么这是第四十六 佛陀佛罗尼月 运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方世界诸菩萨诸 那么由此可知 前面两院跟后面三院 这个五院都是阿弥陀佛 为射方世界诸菩萨众而发 那么既然是诸菩萨众 我们一定就会想到 他们所修学的法门 不一定是净土法门 不一定是念佛这个法门 所以八万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都包括了 不但包括八万四千法门 而且还包括了 所有一切不同的宗教 为什么呢 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是菩萨的化身 所以全包括在里头 行是梅头本院的广大 所以有人问我 我也可以提出给诸位作参考 我在中国访问 有人问我 念金刚经能不能往生 我说可以 三倍往生里面最后的一端 就是修学一切诸大成者 不是修进宗法门 修其他法门 你以修持的功德 这个功德我们讲的功夫 回向求生净土 也必定得神 那么我们要遇到其他宗教 修学其他宗教 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 也想去往生 行不行 行 只要你把修学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求生净土 决定得神 如果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就有了欠缺了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是为设方世界 诸菩萨众而发的 那么这里是重要的 我我明知 跟前面是一个意思 我说的很多了 真立身法 什么叫立身 这个身 这个是知的生死 立身 就是一般讲的 了生死 出三戒 这个叫立身法 法是方法 是否在其他经论里面 所说 立身死法是什么 方法虽然都 理是一个 决定要断 尽死烦恼 尽死烦恼不断 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就难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中国外国 有几个人 能够断 尽死烦恼 所以古大德讲得好 如果离开净土法门 在我们这个时代 没有一个人 能够得度 这个话讲得 绝不过分 原因在哪里 没有能力 断尽死烦恼 我们幸运 遇到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不需要断尽死烦恼 但是要扶尽死烦恼 扶什么 把尽死烦恼控制住 这比断了 那要容易太多了 我们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啊 就怕你不肯干 你真正肯干 是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法门叫 万修万人去啊 如果说断烦恼了 那我们就未必可靠了 说福烦恼吧 我们还有指望 我们把他控制住 像这个 佛陀在十三夜道经上 教给我们 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这是一个控制烦恼的方法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不要去想他的不善处 不要去想他 更不可以将别人的不善处放在心上 那你就错了 大错特错了 常常想一切人四无的善处 养成自己一个纯善之心 我们的烦恼自然就控制住 控制烦恼 往生就有把握了 我们念佛 功夫就得了 功夫成片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至于 你要念多少时间 你才能成片 那完全看你 福烦恼 功夫 你要能够在 很短的时间 就把你的烦恼控制住了 你短时期 就能够得功夫成片 得功夫成片 就能够代业往生 功夫成片里面 好的 他也分三倍九频 上三频的 可以自在往生 也就是说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一点挂钙都没有 功夫成片里面 上三频就有这个能力 可以自在往生 不一定要等我们这个寿命到 等寿命到 如果你的寿命长 这个世间受苦受难 你还要受好多 功夫成熟之后 可以不要再受这些苦难了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 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慈地讲的 正立身法 这是福利加持 加持这些菩萨 这菩萨都很慈悲 在六道里面 帮助别人 又怕自己的功夫不得力 就求阿弥陀佛 你看法院来帮助他们 那么由此可知 此地讲的正立身法 就是帮助他们 断尽死烦恼 断尘杀烦恼 尘杀烦恼断了 那就超越十法界了 尽死烦恼断掉 超越六道轮回 无名破一平 那就正一针法界了 这个都是属于历寸法 这是得福利加持 那么这一句 是属于自受用 我们讲自心的化他了 下一句 这是他受用 帮助菩萨开智慧 帮助菩萨成长 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这个就是托洛尼了 托洛尼是凡语 翻成中文的意思 叫总持 前面已经说过 所谓的总义切法 持义切义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叫总刚 我们在学习课程里面 学习佛法里面 把佛法的总刚灵 卡住了 托洛尼就是有总刚灵的意思 抓住总刚灵 那就容易多了 那么在古德 给我们介绍了 托洛尼大约封为四大类 第一种呢 叫法 托洛尼 这是对于佛的一切教法 佛的一切教诲 都能够总持而不失去 那么用现在的话 他能够理解 他能够记住 他不会忘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纲领 这个方法 我们怎样学习 学习的方法不难 就是读搜 所以我劝 初学的同学们 从哪里入门呢 从读经 首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这个就是 吻 这个罚脱了你 你念熟了 你念得可以背诵 你不会忘记 能够背诵的时候 常常背诵 经文 利益 非常之多 因为 我们 凡夫 对自己的 妄念 控制不住 总是会打妄想 用什么方法叫自己不打妄想呢 读经 读经的时候不会打妄想 用读经的方法把我们的妄想打掉 所以一天能够多度几步 大概就有几个小时 修持 这个修持方法就是把自己妄想 转过来 常常读经 如果每一天能够有四个小时读经 多个一年两年下来 你自己会发现 你的妄念少了 妄念减少 智慧 必定增长 就是 你会感觉的 你会聪明起来 无论看人 听话 都比从前聪明多了 从前糊里糊涂的 现在聪明多了 智慧增长 烦恼 清智慧增 这是效果 所以这个是 这个法陀罗尼 应当这样子修许 第二个叫意陀罗尼 意识理论 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 这个要听讲 所以听讲也是一个好办法 现在方便多了 我们做成这个光碟 非常清便 诸位现在随身听的 这个也很清晓 这个女同学可以放在自己钱包里面 男同学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这个多一点时间去听经 但是听经 要在休闲的时间 不能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一面听经 一面工作 经也没听好 工作也没做好 两面都没搞好 那就错了 工作的时候 要把听经放下 听经 读经都放下 专心去工作 工作完了之后 专心听经 这个样子 你经也听好了 是工作也做好了 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意陀罗尼的学习方法 听经 听经里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抓住 纲铃 那么一次 讲经 我们现在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里头 你能够掌握着一句 两句 你就非常有受用 所以听经要专心听 最好不要记笔记 因为你记笔记 你就不专心 你纵然把东西通通记下来之后 你得不到受用 为什么呢 你那个纲铃没掌握住 现在听经 根本就不需要去做笔记 什么时候做笔记呢 你真正想做笔记 回头之后 把这个录音带带回去 再听的时候做笔记 在现场听的时候 决定不做笔记 专心听 你会很有受用 为什么你写笔记的时候 你决定分心 而且心里的游妄想分别执着 唯恐听的时候 记的时候 漏掉了一个字 这一句漏掉 再去想烦恼多得很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这个听经是完全失败了 所以绝对不要做笔记 专心去听 我们每一堂讲演 都有录像带跟录音带 要做笔记 回去之后 听第二遍 第三遍 再去写笔记 这个方法好 现在人比从前人有福了 从前我们修学的时候 没有这些机器 这些工具都没有 完全要靠自己听 自己记 那么现在这些科技工具 帮助我们学习方便太多了 可是我们要会利用 不会利用 那很可惜 要善于利用 第三种叫咒 托勒尼 咒一般讲是密咒 那么主要晓得 密不是秘密 如果是秘密 秘密的事情不好 总是见不得人的 佛菩萨做事 正大光明 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这个密 是深密 一离太深 我们一般促学的人 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密咒 密是深密的意思 佛经里头 有解深密经 所以它不是秘密 是深密 那么咒语里面 有很多 不是我们人间的语言 这种情形非常之多 它也不是凡语 印度人也听不懂 那是什么呢 六道鬼神的言语 佛菩萨讲经说法 听众很多 但是鬼神也很多 这些鬼神 都有神通 他能听得懂佛的说法 可是佛宗说法之后 总用他们的语言说几句 这是表示亲切 所以那个所说的几句都是属于纲领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这个所说里面的精华的东西 只要很简单的咒语说出来 就是用鬼神的言语说出来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亲切 有这个意思 所以称之为这个称之后 所以称之为这个咒托洛尼 明白了 你能够接受了 能够认苦了 同意 同意他的说法 这叫忍 这个忍 就是我们今天讲承认 佛说的我不怀疑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认真 好好地学习 所以这个叫忍 托洛尼 所以忍这个字是我们的心得 我们修学的心得 大致上讲 有这个四种 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四种 那你自己修学跟教化众生 你自然就有善巧方便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